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1月10号周二 美股刚开盘一个小时 美东纽约现在是10点27分 那我们还是来例行的早盘直播复盘一下 昨天的情况 昨天大盘传统板块很强 由银行能源带领 科技大科技 受疫苗信息的提振影响 受到估值的扼杀 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开盘的时候 还可以后面直接就拖累市场 甚至把市场给带下来了 所以昨天从标普摆的形态上来看 似乎这里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一个blow off top blow off top 然后今天我们是低开 在这个昨天收盘的低点之下 然后现在是目前呢 补了这个缺口 昨天隔夜的时候呢 是其实这个缺口在期货的ES指数上面 其实是补掉了这个缺口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标普摆的期货指数的话 其实这个缺口已经补了 那如果说价格继续弱势的话 cash index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去补这个缺口 今天早上低点离这个缺口差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future index其实已经补了 对吧已经补了所以这里 cash index补不补其实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因为期货已经补掉了 我们这边还是直接讲cash index吧 对吧 cash index 开盘比较弱 然后昨天的高点刚刚是测试 昨天的低点收盘的位置测试了一下 暂时未能站上 目前是一个都挤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有较长的上影线 有一个很短的尾巴在下面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看到zoom out 可以来看到这边 其实是一个突破 一个上升的三角形 或者这边一个盘整的wd突破 然后失败回踩 那现在不能说完全的就此结束 这一轮突破的这个行情 因为我觉得因为目前来说板块的分化太大了 对吧 科技类的不行 但是传统板块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所以这边我觉得有很多矛盾性在这里面 所以也看不到什么特别多的好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如果要等到更好的交易机会 更明确的话 这边大家可能还是要多拿现金再等待一下 观察一下 那我觉得这边大盘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站稳在这个位置 然后年底季节性的一个强势 传统板块带头 科技板块慢慢的恢复 我们这边还会有冲高或者回测这边 昨天日内的任何的一些主力 远位的一些可能性 或者说我们这边直接就跌穿 往更低的位置走 那我觉得关键的位置还是在于 在11月5号以及11月6号的低点 3480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在期货标普 把期货上面也是一样的 这位置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也就是在这里吧 我们看到这个来到multi chart上面来看 这个点位在这里 3400 4小时的 3475 大概这是ES的相对应的点位 3475 如果这个位置坚决的被击穿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将会往更低的位置走 今年就不会有什么新高了 或者说明年年初都不要想到说有什么新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潜在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情况 而且我们看到从昨天的价格表现来看 我们向下的概率是加大了 所以这边我们现在目前还拿着SQQQ的ETF的仓位 同时呢可能这边逢高做空 ES也有机会 当然buy dip可能也有机会 但可能更多是一个窄的机会了 在这么大的一个上涨 然后blow off top之后 下来目前传统板块又比较强的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可能需要修整一下 可能会需要在这里修整一下 然后最后等待更多的信息 这里才会选择方向 那如果在这边修整 一下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向上的 就此直接下去 其实我们也需要传统板块配合 如果传统板块不下去的话 对吧 那大盘这边可能也难以跌穿 那目前我们看到四小时的话 多次上攻都失败了 包括60分钟图这边来看 也是多次上攻失败 然后我现在60分钟 还有10分钟的区间上延 其实都形成了比较强的一个阻力位置 而且这边底部的话 目前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底背离 60分钟有一点点小的底背离的信号 然后10分钟的话 这里也有点小的底背离信号 但是都不太明确 都不太明确 而且我们也需要资金流配合 需要科技股这边扭转回来 所以现在就比较明确了 我们需要看到科技股慢慢的恢复 那如果说这些大的科技 5分钟图15分钟继续向下探底的话 像AMD 阿里巴巴 Amazon Facebook 谷歌这边相对较强一点点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像Netflix这边也在继续往下探 英伟达 SQ 特斯拉 如果这些继续向下探的话 我觉得对市场会有更大的压力 甚至直接会把传统板块也带下来 因为纳斯达克或整个科技的权重 实在是太大了 实在是太大了 单靠几个传统的板块 是很难拉动 我们看能源 包括原油价格继续向上 市场比较喜欢疫苗的消息 比较喜欢拜登 可能这边接下来对疫苗 对这个疫情的一些控制 觉得可能会慢慢传统经济会恢复 我们看到传统板块依然走在前面 银行今天是中间 但科技类的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里面包括谷歌 还有Facebook 对吧 Technology 大科技 还有这个Consumer Citical 里面就是Amazon为首的 消费类的股票 那这些其实都是 科技在拖累市场 我们看到非常严重 所以趋势或者重心 现在我觉得还是大概率偏下 所以大家多拿现金 或者说做好保护吧 这个整体策略的思路 现在目前还不变 昨天开盘就在这样说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短线的话 也有一些可以进攻的地方 也有一些可以进攻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配合 结合市场现在当下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到 VIX 恐慌指数 在这里能够稍微的稳一下 对吧 不要一直向上冲 如果一直向上冲的话 我觉得市场不稳 那个股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们看到VIX 无论是短期的 还是说远期的 VIX其实都是在昨天 午后触底之后不断的向上 包括昨天大盘在午后也是加速向下 VIX加速向上 其实很大原因还取决于 VVIX这边昨天是站上了周五的 盘整的区间的高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VVIX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引 那我们看今天VVIX并没有 能够继续的向上进攻 那这可能是一个市场有缓解的 这样的一个信号 昨天我们看到VVIX给了一个信号 是说市场这边VIX 可能要波动起来的 恐慌指数要起来了 可能会出现卖盘卖压了 但我们看到今天 VVIX并没有继续的向上 所以这个其实也让我觉得说 是否这边恐慌指数会稍微下来一点点 我们看到随着大盘不断的测试 隔夜的低点 隔夜期货的低点 包括这个关键的支撑 3520附近 那这里我们看到这边VVIX补了缺口 但并没有说继续向上走 所以这边所谓的VIX 继续的向上走 或者是恐慌指数的相关的品种 波动指数相关的品种继续向上走 这边可能没有VIX的支撑的话 我觉得这里可能也是会有任何时间 也可能会说也会有转机的 所以大家也是关注的 VVIX昨天是给了明确的信号 看今天会不会又给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日元这边来看的话 目前日元还是很强的一个反弹 每日澳日下来了 尤其是每日下来一点 但是现在又拉回去了 所以从外汇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日元这边其实反弹 然后现在有点弱的 当然可以继续再往上走 从更大的时间来看的话 这边其实可以反弹到更大的位置 对吧 或者更还在一个上涨的趋势里面 这边我觉得目前来看日元 感觉风险 这边有一点点释放 释放的差不多了 感觉是这样子 但我们需要日元继续的下破 还确认这样的一个 一个底部已经形成 或者是近期的这个大 这个昨天的这个所谓的高点 不是近期的一个大点 或者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大点 另外还有就是美日澳日 这边我们看到也在高位盘整 那趋势方面的话 这边是头肩底一个反转 基本上目标已经达到了 那这边还可以再往更高的位置走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美日澳日来看的话 其实市场这边 从这个市场金属 大宗商品行情 还有说市场的这个美股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边其实也都指向的说 市场的风险可能有所在缓解 并没有说像想象的中的这么的恶劣 或者说这边这个大顶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往更低的位置走 跌向3000 可能同学认为我们这边可能会往 这个3000甚至往3200甚至更低的位置走 对吧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这边这个是一个大顶的话 目前我觉得还是没有一个太明确的一个信号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虽然说大概率这个我们可能还是会往下探 对吧 目前没有看到马上要恢复的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能在这里盘整一下 等待更多的信息 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更新给大家 对吧 所以就可能这边这些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了 个股可能也不太稳 但是可能有个别的传统板块的股票 会有机会 而另外的话我们看能源类的 还是挺强的 能源类的还是挺强 然后这边有这个 我们看这边 能源类原油现金指标 这边还是不错的 原油现金指标今天是 并没有能够支撑原油价格在高位吧 但是也没有说拖累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是不断向上走 然后呢 原油现金指标现在是平在这里 那我觉得并没有支撑原油价格向上 但至少也没有拖累 对吧至少也没有拖累 另外我们再看回来看这个Vault的ADTick 今天的Vault我们看这个纳斯达克 还有纽交所的Vault 尤其是纽交所科技版 这个非科技传统的开始转动向下了 所以这边要小心了 这边小心 而且这个趋势也是向下 所以这边还是大概率 可能会向下漂浮一下 然后可能会等待更好的支撑 或者说买盘的出现 目前还是要小心 然后VVIX 刚刚也是继续向上攻了 然后VIX类的品种也是向上一截 对吧 说明市场这里还是很不稳的 然后传统板块的个股的话 我们看今天 传统板块里面能源是最强的 但能源的权重是非常非常弱的 然后这边如果说你要看这个 按市值来看的话 Market Cap在200个Billion或以上的 今天基本上是没有几个股票是涨的 基本上都跌了 除了说这个巴菲特的 是吧 还有Wareisen AT&T 这些 莫沙东 还有这个沃尔玛 都是防御性比较强的传统板块 而且也是权重还行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就是 Netflix科技 算是FANSTAR里面的一个龙头了 然后其他的我们看到苹果 下面就是苹果了 负的1.63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股 并没有拉动大盘的股票 而且排在市值比较前的 基本上都是跌的 基本上跌 而且跌的还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 所以这边都体现出了市场的一些风险 那看昨天这个大顶可能会后一段时间 除非说这边马上出现新的买盘 新的转机 要不然我觉得还是会慢慢飘浮向下 美元 这里同学问的问题比较多 美元的话 这边我觉得如果说最近的低点不破 包括9月份的低点不破的话 这里 我觉得还是会有比较难看的一个反转向上 反弹向上 然后这边呢 可能会导致黄金白银可能会有跌的更多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了 黄金白银这边我个人也不太看好 对吧 原油我觉得也涨的有点多了 原油可能迟早也会下来 所以现在可能还可以做空的 原油还在高位可能可以做空 黄金白银这边已经被空下来了 对吧 然后可能任何反弹 我觉得都是跑命的机会了 因为美元 我这边还是有个比较强的一个预期 向上的 所以在那边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包括ES的日图周期 已经在上面了 四小时周期现在可能在下面 可能会反弹一下 但是日图周期 已经在上面要小心了 所以大家手中的一些股票 我觉得昨天见好就收 那是肯定的对吧 然后现在要不要开新仓 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比方今天早上可能问题比较多的 比方的密 像这种股票已经完全破支撑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接这个飞刀了 对吧 这个短期内很难回去了 就算有机会可能都是很短的反弹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种 除了可能有特别的资金流支持的 要不然我觉得也还是不要去介入了 银行也是昨天就是见好就收止盈 整体大盘还是受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拖累 要小心 另外还有这个 C-O-W-N 这支我不太熟 但是看图形来说好像还可以 这是一个什么股票 我看一下 C-O-W-N Cowen 是一个银行是个金融机构是吧 这支图形还不错 但我觉得也要小心整体大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吧 对对 一个金融机构 对 Cowen 还是要小心整体大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整体大盘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里任何做多的仓位都要小心 对吧 任何做多的仓位小心 对 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出什么太明确的向上的趋势了 但是你说如果这个大的趋势对吧 月线图周线图的趋势 可能还是向上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周线收的非常难看 当出现这么大的难看的这种 Blow off top的周线级别的收盘 我们可以看到周线收成这样子 往往后面可能还会有跌幅在后面等着我们 所以确实从各方面来看不太好看 月线图稍微好看一点点 所以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对吧 我们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从周线日线 包括小时级别的分时级别的 其实我们这边已经是非常非常难看 包括这边VIX继续向上标等等等等这些 我觉得都是要非常小心的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说那句话 就是小心围上多拿现金 尽量的不要开仓啊 开仓也要可能更多是短线的一些仓位了 如果说你要做空的话 我觉得科技板块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可以从科技板块去着手考虑啊 那传统板块的话可能还是找机会做多 或者说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介入 那我们这边中长线仓位的话 也加入了不少传统板块的一些仓位在上周啊 这边可能没有更新上来 OXY的话这边是加仓了啊 还有一些传统板块这边也是加入进来了 那这个仓位的话 我会在中长线里面再更新有一个仓位表 到时候这边Fans这边也会更新一下啊 那我们也是中长线仓位已经完全从原来的成长科技转为价值了啊 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成长的这个东西在这里面了 而且同时也做好了UVXY的这个保护啊 UVXY我们是长期一直拿着 当然这里可能有很大的耗损被耗损掉了啊 但是做了做到很多的保护 因为保护了我们之前4月初一直过来建仓的很多仓位的一些利润啊 这个仓位表的话到时候会在中长线计划里面更新 那希望市场这有一个较好的回调啊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呃超大底的机会啊 那我觉得短期来说这边市场的阴跌 呃包括政治性各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 我觉得市场呃大家还是非常小心手中的仓位 对吧呃辛苦了一年对吧 不要在最后的时候全部败回去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啊 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呃 呃今天可能重复讲了很多东西对吧 但是主要的思路还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谨慎啊 做空的话也有选择啊 做多的话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而且做好对冲更多是短线的一些操作啊 那本来想今天讲一些个股的 然后我看了一眼开盘的这个情况啊 我觉得所有股票基本上都非常的疲软 包括我这边本来打算想讲的一些 本周的一些重点的个股的一些事件 我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值得去强调的 昨天也讲到了包括这边还有一些本周的一些呃 每天的一些呃潜在个股的一些事件catalyst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介入啊 因为我可能不会去开新仓了啊 我可能不会去开新仓了 这边阿里巴巴的双11之前我们看到是大跌了啊 所以这里要小心对吧为什么在重大的事件之前跌 或者说在之前已经涨了很多了啊 选在这个事件之前迫不及待的跌啊 其实说明有人是在迫不及待在卖 而且卖的速度跟幅度非常的夸张啊 所以群里面有同学有阿里巴巴的 其实之前我就已经说了啊 上一次大跌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告诉你要跑了对吧 当然你要抄个底反弹做个反弹没问题上来 这边小心了啊要小心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新兴市场 外围市场的股票开始有反应 其实也预示着美元接下来可能会强势啊 那如果美元强势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美元当时在强势的时候 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三月份的时候 美元当时的强势 当时市场是什么 疫情的熊市 所以小心美元的大幅反弹啊 这可能接下来会有更难受的行情 对多头来说啊 对多头来说 包括阿里巴巴这里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东西 对吧 政治上的一些东西 之前马云讲话 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对吧 直接去约谈话 然后包括蚂蚁金服的这个推后上市 还有国家发布经济反垄断指南 其实都是针对阿里巴巴会针对某些人的啊 当然可能里面有些背后的政治集团 那些利益 这边我们也不展开去讲 也没有什么阴谋论 对吧 但大家也是小心为上啊 小心为上 好 这是今天我想讲的一些内容吧 还是小心多拿现金 多观望多观察 目前黑马群的仓位都是一些小盘股 可能不太理回大盘还行 然后呢 石盘群基本上已经清光了 对吧 剩下SQQQ 这边看看能不能拿点拿点钱出来 对吧 然后呢 中长线等机会 期权 昨天我们也全部出完了 期货这边也没有想说开新的仓位 暂时啊 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对吧 再等一等 有机会的话 我会在区里面喊出 然后各仓位会每天或定期的有更新的话 会在各学员群组里面更新 这边也欢迎大家啊 新学员的加入啊 那找个机会的话 我们做一个新学院的一个指南 这样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 我们学院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很多内容其实都是在官网上面啊 或平时我们微信交流群 也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然后Zoom的直播的话呢 也是平时占用我们很大一部分的资源 直播的视频 我们都会放到官网上面 大家可以去博客上面去回看 包括以往的一些培训教程啊 想了解各种不同的系列的培训 也可以去尝试看一下啊 那只要你是学员 除了期货的视频看不到以外 其他的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啊 然后如果说你要看以往的 一百多期的培训的话 可能你需要成为我们六个月 或者说更多更更长的学员啊 那这些最近更新的一些新的视频 或是比较重要 平时我们常见用到的 大家可以去回看啊 这只要是你开通了官网全线 都可以去看的 然后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 所有的这个课程的一些汇总啊 比方说这里系列一百期 这些我们做了一百多期的培训 对吧 所有的这些系列培训 都是只开放给六个月或以上的学员的 包括我们云盘的资源 对吧 可能开放给六个月或以上的学员 更多一点点啊 所以如果说你是月学员 可能会有些限制 但也能看到很多内容 对吧 当然我们这边有一些更高级的学员计划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有任何问题 随时可以问我 随时可以问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 好吧 那明天早上直播 我们再见 明天也有早上的这个美股期权早班车 感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来参加一下 好吧 好 我们明天早上见 拜拜 我带你继续留下来 看他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 我带你继续探订一下 葱